苏州苏迪曼杯的热乎劲还没散呢 进入巴黎奥运会积分周期的第一个巡回赛 马来西亚大师赛由于今天开赛 资格赛上午10点打响 马来西亚大师赛的比赛时间是5月23日到28日 刚好填补了苏迪曼杯后的比赛空闲 比赛在吉隆坡举行 赛事级别为Super500 球迷观看比赛完全没有时差 因为是积分赛 吸引了很多名将的参赛 但也有部分名将退赛 中国队苏杯主力 在决赛中出场的选手基本没有参加此战比赛 这也能看出 其实教练员在报名前就已经确定了 谁是打决赛的球员了 先说说遗憾退赛的选手 男弹头号种子安赛龙 应在苏迪曼杯中拉伤大腿退赛 因为安赛龙与李世峰同在上半区 所以安德退出让上半区的整体实力变弱 李世峰也有机会突围 甚至夺冠表演空翻 中国国语选手赵俊鹏退赛 这个确实让人感觉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原因 想退出国家队 女单内威尔 奥远希望退出 但让人关注的高仿杰 赛前排在替补第九位 依然没能获得资格赛参赛机会 非常可惜 留给小高的时间 还有多少呢 男双退赛的印度双塔 蓝继雷迪 谢提 对中国男双原本威胁极大 混双退赛一号渡边勇大 冬夜有莎退出 今天的比赛上午零点资格赛 下午四点正赛第一轮 想看直播的朋友 还是得靠网络 推荐微信 中国羽毛球协会的公众号 预告显示 其上午极有直播 但前几轮的信号不会很好 机位单一 大家得忍一下 今天的焦点比赛 李诗峰大战李卓耀 陆光祖将对上李子佳 温洪阳则挑战 前世界第一陶田咸斗 这几场比赛都不好打 女单方面 王芷怡 韩岳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 张义曼则出战张贝文 男双方面都不好打 首日人相宇 弹枪挑战六号种子王耀星 张玉宇 何继婷 周浩东对阵省队李扬 王麒麟 印尼除了菲克里 毛拉娜没有报名外 五队主力全部进入正赛 实力非常强 女双两队组合 李温妹 刘璇炫 刘胜书 谭宁参赛 刘胜书 谭宁首轮 集队上五号种子正耐营 金慧珍 这场比赛估计很好看 希望刘谭加油 头号种子杜边勇大 东野有杀的退出 让比赛少了几个悬念 国瑜两队组合 冯燕哲 黄东平 蒋正邦 魏亚新参赛 希望冯燕哲尽快调整状态 否则 蒋正邦 魏亚新随时可以顶替巴黎奥运会 两队组合 首轮对阵资格赛组合 冯黄组合第二轮 才迎来比较大的挑战 字幕志愿者 杨戎